今天跟大家录一个优衣裤的视频 优系列的春夏装已经出了一部分了 卖得非常的快 今天这期视频除了优系列以外 还有优衣裤的其他的衣服的跟大家一起介绍 第一件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粉色的T恤 看上去是很普通 很容易就忽略掉它 但是它有最棒 作为夏天T恤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柔顺的面料 手感只能用温柔来形容 这件T恤它剪裁是非常合身的 颜色我记得有七八种吧 非常有多 但是色彩鲜艳的那些颜色 卖得非常非常的快 我身上的这件呢是在网上下单的 当时色彩还算比较鲜艳的 这是唯一的一件小号了 我就赶紧下手买了 现在不知道其他一些比较好看的颜色没有补货 我也在时刻关注 如果要是有货的话 我一定还会在下单买几件 这件衣服特别特别的喜欢 现在我穿上的这件呢 是男款的小号的T恤 我因为没有买到女款的小号 一个橘色的 就拿这个作为一个弥补了 大概这个小号大概长短就是这样 样式就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橘色是那种比较复古的橘色 不是很纯的那种橘色 那这件衣服的设计的灵感 是来自于90年代冲浪的滑冰的一个文化 非常非常复古的这种设计 我其实最喜欢的是它的这个橘色 还有那个绿色 但是它的颜色没有那么纯粹 不是纯粹的橘和纯粹的绿 它全都是有一种做旧的感觉 在追求的是复古的文化 复古的这种设计 所以颜色就是这样 那实物其实跟镜头当中看 是有一点点色差的 那再说一下面料 这件男设的T恤呢 和女款的T恤面料是不一样的 女款呢是特别的柔软的那种面料 这件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粗糙感 就是男生穿嘛 就是质感更强一些 没有女生那么的温柔 那现在说这件土黄色 或者叫棕黄色的这件上衣吧 它呢不是U系列的这么一件上衣 它是优衣裤其中一个 就是普通系列的 它的设计是比较吸引我 它就是一大片布 然后包裹起来 在这边固定是一个蝴蝶结 是这种设计 正款式我觉得会比较立体 衣服呢是属于那种中短款 搭配一个小的西服 或者长的那种西服 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看的 那穿上身呢我还是挺满意的 我觉得它这种立体的效果 尤其是侧面我觉得立体的效果 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边是 你看有一个小的弧线形 就是穿上西装 可以露出这一部分 还是很好看的 这样子的 那这件衣服呢 它是有三四种颜色可以选择 我呢就选择了这个 棕黄色或者土黄色这个颜色 我自己觉得是这个颜色 比较有个性一点 而且我之前也没有这种颜色的衣服 想尝试一下 我觉得上身效果还是蛮好的 就是一看就觉得设计感是那种挺强的 我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那要说一下它的号码 这件衣服的号码是偏大的 看了一下上面的review 大家都说这件衣服真的是偏大 一定往小了买一些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衣服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号码 一定要往小了买 这件衣服真的特别的大 下面呢是这条腰带 我呢是比较喜欢长一些的腰带 这个就是 那可以系上以后打一个小结 在旁边做一个装饰就非常的好看 我呢是打算穿白衬衫的时候 用它来搭配 尤其呢是穿男生的衬衫 这种比较大 但是又很单调 女生穿着没有那种线条感 那搭配一条腰带呢 就瞬间把这个衬衫变得很有意思 这条腰带我觉得能够很方便的 就搭配出那种很文艺 很舒服 很轻松的那种风格 那它的价格呢也非常非常的亲民 就十几块钱 颜色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我呢是选择了这条蓝色的 下面呢要说一条裤子 就是我现在穿的这条 嗯 就是这条黑色的 它应该是一条瑜伽裤 或者是居家裤你都可以啊 就怎么穿都可以 透气性非常的好 很薄 然后有一定的弹性 而且它还是快干的 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它设计它有一个小的收口 这个小的收口设计呢 我是我最喜欢的 我觉得那种是比较干净啊 比较利索 不会那种整个长口的裤子 就蹭到哪儿都是会比较容易脏 这个小收口的设计呢 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那我现在穿这条裤子觉得活动起来特别的方便 因为它有弹性嘛 就是不管是蹲呢 蹲起呀 还是去做一些瑜伽比较伸展的运动 都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呢是拿它去做爬山的一个裤子 或者呢就是在家里的居家随便穿 都是非常好的 下面我快速说一下我手上的这个男式的居家服 它的面料特别的柔软 因为给男生嘛 所以没有那么多花里虎上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这是一个小汉堡贝小装饰物 是一个蓝色的 特别特别的柔软 手感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裤子呢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灰颜色的这么一个裤子 跟上衣的面料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套 它现在呢还是有折扣 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 还有不同的样式颜色 我觉得如果你也想买一个冬天的居家服的话 给你的男朋友啊或者给老公的话 这真的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那今天音乐库主题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吧